嗨 朋友你們好 你們好 嗨 今天非常之開心 而且覺得很榮幸可以今天 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的見證 我想一部份的人 可能在十年前我選香港小姐的時候 認識我或者看有沒有到奇跡 可能有一班就是去年去到城寨英雄花曼的一個角色 才真的認識溫馨這個藝人 但是城寨英雄和這個舞動奇跡中間 都差不多六七年的時間 我經歷了很多很多東西 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記得我剛剛十年前我回到香港 一個家流生的心態 去選港姐 好像很一帆風順一樣 港姐又選完之後 就到了這個舞動奇跡 又贏了一個冠軍回來 其實我很記得 我回來那一下 我記得那時候 那個TVB的總監 General Manager 陳志雲先生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 她迎接我 然後騙我的手 她說 君兄 你是我們香港之光 就是 我那一刻是 哇 很驚訝 這件事 就是我剛剛入行 已經可以得到我 這麼大的一個無線的公司 我們總經理的一個讚賞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比較獨立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比較獨立 還有都比較是 就是 很多東西都好像很容易成功 或者很多很好的機會 但很有趣 當我什麼都 好像那段時間很順風順水 什麼都有的時候 就是一個的飲食節目 令到我人生改變了很多 那個飲食節目叫做 《日日有食神》 大家有沒有看過 Ko哥的一個飲食節目 有沒有看過 看過 看過 那時候 其實我拍攝的時候 雖然中文不是很厲害 但是導演又說 你都吃得很好 那些 energy 又很開心 那時候拍完之後 其實都覺得自己是做得不錯 很重 一個節目 一出街的時候 收到回來的回響是 嘩 那時候的網民 你要知道 說話未必 可以 需要這麼nice 或者這麼有禮貌 我真的 嘩 是不是這麼尖 那聲音 或者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甚至乎有一個 留言 我那時候 逼我的朋友 讀給我聽 他說他想打敗我的頭 那我現在真的說得很輕鬆 因為發生了很久 但是當時我會覺得 我幾天前 或者幾個星期前 大家還是一個 嘩 母后啊 經常跟謝天說出來登台 跳舞啊 賺錢啊 為什麼可以 對我的轉變這麼快 還有 可以這麼快 這麼差 我記得那時候 我不是很懂得面對 我香港不是說很多朋友 家人 又很大部分 在紐約 我那時候開始不懂 不夠膽 不夠膽 在人面前吃東西 我去到餐廳 經常覺得 大家就是看著我 會怎麼吃 我吃東西會說什麼 那個壓力很大 但是因為是吃東西 我們每天都要吃三餐 那我怎麼去面對呢 我開始 外面 我不是很敢吃東西 但我一回到家 我就吃很多東西 我回到家 還沒脫一袋 還沒脫一袋 我已經是開雪櫃 找了東西出來 吃吃吃吃吃 我發覺 我的心 越來越 有一個很大的洞 而我天天 就在這裡填滿這個洞 用很多很多很多的食物 我那時候應該 因為覺得很醜怪 這件事 都不知道怎麼跟別人說 也不知道自己在經歷什麼 所以 我沒有跟別人說 我天天 是很期待 我一回到家 就可以自己 不需要面對任何人 然後吃吃吃吃 吃到自己很飽滿 希望自己有一個 很滿足的感覺 但就因為我們做演員 我們經常要出去見人 我不懂得怎麼去面對自己 其實當時 我記得很深刻 有一晚 我吃完很多東西 之後肚子很痛 然後就在那裡哭 因為根本就 不知道怎麼可以 將自己這個 好像很黑暗的世界 放一些光在裡面 我記得我 吃了一包餅乾 吃了少許之後 我就扔掉了 說我不吃了 很討厭自己 為什麼要吃這麼多東西 然後哭了一兩天之後 我竟然 去那個垃圾桶 撿了一包餅乾出來吃 我是一個 很多朋友的人 但是當時 我 沒有去找朋友 也不敢跟他們說任何 我正在經歷什麼事 有一晚 我聽到一把聲音 他說 如果 你跳了下去 那些人 便不能罵你 你便一了八了 反而罵過你的人 還會內疚 後悔一輩子 那把聲音 那把聲音 當時很合理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醒了一醒 我就說 嗯 不是 我的人生不是這樣 就好 我最大不了 就是回美國 繼續讀書 是不是 當時可能 我那個呼求 我 神是聽到 那段時間 有兩位姊妹 都是香港師姐 周家衛和趙希露 她們 帶了我去一個報道會 好像今天那樣 我坐在那裡 聽了一個 藝術 M.C. Jin 的一個見證 那個見證 我不多說 但是 我很感動 我感覺到 她 她跟我的經歷 是很相似 我那天 哭得很厲害 一直聽她說見證 然後 我感覺到一把聲音 在一個路海中 我聽到一把聲音 就跟我說 君兄 我不需要你 做偶像 我想你做一個榜樣 無端端叮一聲 我是不是真的 一直以來想做一個偶像呢 是啊 其實 很坦白 哪個人不想做Superstar 哪個人不想萬千寵愛 每一個藝人都想 但我們控制不到那麼多東西 一日捧高你 第二日就可以踩低你 這個就是我們 很現實的世界 我們要面對的東西 當她說她不需要我做一個偶像 要我做一個榜樣 我開始慢慢去讀聖經 我開始慢慢去認識這個耶穌 我覺得很多東西 改變了我很多很多 我以前覺得 我一定要最靚 最好的東西 才拿出來給別人看 自己的不好的東西 要收收起來 但我信了主之後 我發覺 其實我也是一個人 我不是完美 但是 我是神的寶貝女 我是非常之被疼 以及我是非常之珍貴 所以 今天我都可以 敢在你們這麼多人面前 去講我那時候 抑鬱的狀態 我有這個報食證 而神都 我很感恩 經過很多很多的討告 她幫我拿走了 這個食物的癮 當我很不開心的時候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為我討告 我在神裡面學到 最大的一件事就是 很多東西 我很想要 但很多時候 這件事未必是對我好 我要學懂得放下 我要懂得交討 信她 我以前看我的美貌 很重要 怎樣怎樣 又吃減肥藥 或者又吃很多東西 不停地飲食 現在不用了 我現在很自由 我想吃幾東西 又可以吃 我面對我的人生 我會知道 一定是很美麗 因為不是我的外貌 要多漂亮 因為大家都會年紀大 大家的樣貌 你都保持不到 但我怎樣在神裡面 找到我自己的價值 我當我懂得欣賞自己的時候 我懂得欣賞別人 我就會很容易去散發一種美麗 而這種美麗 我覺得 是會鼓勵到身邊的人 所以無論這個世界 給我 或者我的困境是怎樣 或者你們的困境是怎樣 我都相信 只要我和神在一起 我一定可以出一個很美麗的人生 謝謝 謝謝 我如果沒有神 我不知道我今天 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今天 除了我分享我的見證 也都有一位很美麗的女生 李彩華小姐 我是剛才認識她 因為我們在一些合作 一些 研究研究研究 查經班 一起見面 她也是經歷了上帝 很大大地經歷上帝 今天很希望大家 給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去歡迎她出來 她是第一次講見證 可以在你們這麼多人面前說 我覺得她很厲害 謝謝大家